奥林匹克峰会与会领袖给予世界反禁药组织更大的权力 阻止运动员使用禁药并推动成立独立机构展开全球禁药测试 来自各国的体育界官员在瑞士洛桑召开第五届奥林匹克峰会 他们呼吁国际反禁药组织打造一个更坚定、有效、透明、和谐的反禁药体系 并承诺提供更多资金进行改革 同时打造反禁药监测机构 兼具搜集情报和调查的能力 巴赫说运动员、教练和医疗人员如果协助运动员服用禁药 也将面对惩处 巴赫说述动员